大师赛罗伯逊轰四赶50加 连胜三局6-3迈克吉尔进次轮 北京时间1月10日凌晨 2022斯诺克大师赛继续进行 澳洲火炮尼尔 罗伯逊在大比分3-3的情况下 凭借两赶50加连胜三局 以6-3战胜安东尼迈克吉尔 顺利晋级第二轮 在大比分3-1领先的情况下 连丢四局送出赛点 虽然他凭借一赶单杆破白挽救一个赛点 但仍以4-6布迪金左手马克 威廉姆斯遭遇一轮游 2022斯诺克大师赛 于当地时间1月9-16日 在英国伦敦亚历山大宫举行 该项赛事是2021年2月022赛季 世界斯诺克巡回赛的一战邀请赛 也是三大赛中的第二项赛事 澳洲火炮尼尔 罗伯逊是作为5号种子出战本次比赛的 他在首轮中的对手是安东尼迈克吉尔 此前双方曾交手过10次 罗伯逊7胜三副占据上风 不过双方最近一次交手 使迈克吉尔获胜 本场比赛采用11局6胜至前6局 双方紧咬局分 战成3-3平 首局迈克吉尔抓住机会 轰出单杆78分 以78-4先胜一局 第二局尼尔 罗伯逊凭借多次上手 以93-43帮回一局 第三局迈克吉尔再次轰出单杆115分 以123-7 再次将大比分超出为2-1 第四局尼尔罗伯逊也终于打出本场比赛 个人手感50加 以79-46 再次将大比分颁为2-2 双方进入中场休息 休息回来 第五局尼尔 罗伯逊率先发威 他轰出单杆94分 以101-17 将大比分反超为3-2 不过 第六局 迈克吉尔凭借单杆75分 以75-11扳平 双方大比分再次战成3-3平 关键时刻 澳洲火炮凭借两杆50加 以64-18 106-9和66-19连胜三局 大比分6-3战胜迈克吉尔 顺利晋级第二轮 大比分6-19连胜三局